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一看 却有一股妖气冲天 唐僧看到半山腰有一种妙语 门台上挂着雷音寺三个字 顿时吓尿了 马上哭着喊着就要进去拜佛 孙悟空拉都拉不住 侯子说他 你难道不识字吗 雷音寺前面还有一个小字啊 而唐僧怎么回答 即使没有佛祖 也与佛祖主观 如果不去跪拜 佛祖不高 心怎么办 不得不说 唐僧的话还是有一定道理的 你看很多挂着国家派头的 独中国某某公司 虽然可能是下面的下面的下面的单位 与前面的大公司只是远亲的远亲的远亲 但毕竟还是有瓜葛的 你惹了人家的小弟 上面的大哥还是会不高兴啊 说不定就得罪大老板了 因此唐僧的态度是管特么的 先半再说 多半总不是坏事 但这一次就坏事了 假如来 尼勒佛的童子黄梅老怪一下 把唐僧绑起来 用金箔把孙悟空关在里面 他的意思更是可笑 看你们能不能打过我 打得过 放你们去 打不过 我祖团去取经 孙悟空念动咒语 把天上二十八星宿叫来 还从那个金箔里逃了出来 没想到这奥还有一样东西 那就是像搭链式的人重贷 也叫后天贷 往天上一扔 管你是人还是鬼还是心 统统装进去 但这个人重贷也有几年缺陷 一 只能装人 不能想阴阳二气凭什么等 把人化成血水 腰每次把人装了 都是从里面摆人出来绑起来 二 只能装一定范围的人 孙悟空见妖准备扔带子了 立刻就跑出范围 带子就装不了 三 必须扔到空中 光下装人 刚才也说了 不能因为他有这么多毛病 就认为不值钱 人家吸力巨大 只要在范围之内 立刻被吸进去 然后你的法力顿时 只能乖乖背吧 后来 还是弥勒佛心自出面 在孙悟空手心里写了一个字 把这腰片过来 孙悟空变成西瓜 装进他肚子里才把他收服 收服之后 弥勒佛也用带子把他装走了 那么 这个带子为什么这样厉害呢 弥勒佛的原话是 那达鲍尔是我的后天带子 俗名叫人重带 后天带子 正名不是天生的 是弥勒佛后来练的 那人种带的人种 做何解释呢 有人说 人种其实是指金子 人种带 就是阴囊 正因为它是人类起原始根 所以 把人收进去了 你就回到了原始状态 自然就什么法力都没有了 他每次产出的人种 上一季 所以再多的人 鬼 神都能装下 不过 弥勒佛同志拿这个地方来练法宝 那可真下了功夫 也真有想象力 但能被黄梅童子偷走 肯定不是用他自己的 那么究竟是用谁了呢 这就是一个谜了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